小伙子 我现在肚子好饿 你可以给我点吃的吗 我说你有手有脚的 怎么不出去找个工作 好好上班呢 我的身份证丢了 钱包也被透了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乞讨了 我现在身上也没带什么钱 这样吧 你跟我回家 我给你做点东西吃 你看我身上又脏又乱的 没事的 这都不重要 现在先填包肚子先 算是不去了吧 没事的走吧走吧 走 走 进来吧 你坐这里 老鹏 老鹏 你给我这兄弟做个饭 这什么兄弟啊 这不就是个乞丐吗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我这兄弟饿了 你赶紧去做个饭去 我不去 家里没米了 前几年刚买的米怎么又没了 你整天带一些阿妈阿狗回来吃饭 这米还能剩吗 哎 小伙子 算了吧 我还是走吧 哎 兄弟 没事 你先坐下 今天这顿饭我请定了 你赶紧去做个饭去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那你给我点钱 我带他出去吃 家里没钱了 怎么钱也没有了 你们别吵了 我还是走吧 哎 你今天怎么回事 什么叫怎么回事 你自己想当英雄 你干嘛扯上我呀 咱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你管那么多干嘛 再说了 你帮了这么多人 你得到什么回报了吗 我们帮别人自己开心就行了 再说了当初你不就是因为这一点 才看上我的吗 我当初就是瞎了眼了才看上你的 谁知道你还帮上瘾了 气死我 哎 兄弟 你干嘛去啊 哎 兄弟 我这里有几百块钱 也不知道够不够 拿去吃个饭 不用了 等你老婆知道 又要骂你了 没事 一个男人啊 连一个女人都管不住 还做什么男人 这个钱你就拿着吧 虽然不多 但是可以吃个饭了 就当是我今天对不起你了 谢谢你 等我以后有了钱 我一定会报答你呢 不用报答 我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回去 注意安全 老公 老公今天怎么办呢 没事 我再跟你们借一下 喂 小黑猫 觉得我岳母不是生病了吗 现在要做手术 还差点钱 你看你能不能借我一点 都病好久了 我老婆和我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现在要做手术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钱 你看你能不能 喂 喂 你打了这么多电话都没借到 妈现在还在医院等着呢 你别急 我再想想办法 到底能不能借到钱啊 小黑猫 小黑猫 你怎么来了 快快进来坐 坐 你们的事情我都听见了 我在卡里有十万块 你就拿着吧 喂 你这是干什么 这卡我不能要 你快拿了钱 去给老人家看病吧 不是 这钱我不能要啊 这钱你就拿着吧 要不是你当初给我那几百块 我哪有今天 真是太感谢你了 老婆 妈有救了 真的太感谢你了 你是我们家的救命人 你这是什么话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吗 大夫 之前真是对不起啊 希望你不要计较 这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好了 我有点事情吗 我得先走了 老婆 我们先去医院给妈看病吧 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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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